做了兩個月,其實感覺就是我最感恩的地方 就是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好團隊 我們一起努力學習和努力賺錢 令到我這個全職媽媽很輕鬆地學會如何營運這個圖小舖 現在我就成為了圖小舖的官方導師和異星王者 以前我在淘寶,其實我只懂得花錢 但現在真的完全沒想過我可以在那裡賺錢 所以整件事是很興奮,想分享給所有朋友 好了,讓我現在開始了,我先分享一個PPT 大家都知道去年因為社會的運動和疫情的關係 我看到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是停身留職,有這個情況出現 到了今年,裁員結業就開始出現了 捐隨著我們36年的UA戲院宣佈全線結業 國泰亦都大裁員,一共裁了8500人 是本港最大規模的裁員行動 這兩大龍頭都支持不下去 其實還有什麼行業是會聘請人的呢? 今年2月的時候,政府公佈了失業率去到新高7% 是17年齡最高的 其實有很多人都想找工作,但找不到 勞工署都只剩下職工 市道不好,大家又怎樣去自救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創業呢? 或者已經創業了,如果你有的話 可以打一字給我看嗎? 有很多人都想創業的 其實如果你手上有些錢的話 想創業的話,很多時候都會想實體加盟店 但是你看看實體加盟店的加盟費 一點都不便宜,十幾萬至二十幾萬不等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加入實體加盟店呢? 其實實體加盟店有它的好處 人才培訓、技術、市場策略、品牌 這些全部都不用想 因為加盟商已經幫我們想好了 但是也有壞處 因為新興品牌層出不窮 其實我給這麼多錢去買一個特許經營權 但是最後是保障不到我的收入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第二就是加盟店各自為證 其實我都好像在做自己的一間店 第三就是店租人才都很貴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自己要另外給的 第四就是加盟費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因為有人會教你由頭開始做生意 連入貨都包起來 所以加盟費一般都要五萬至一百萬不等 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SEVEN加盟店 做SEVEN其實跟打工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SEVEN加盟店 其實都迫著自己要做店長 因為請不到人 尤其是夜班 還有人工也很貴 最後最後都是賺一份人工 香港舖租又貴、人工又貴 其實剩下就不是很多錢 除了加盟店其實都可以網上創業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公司已經開始將業務轉至網上 這是一個大趨勢來的 所以一些經營成本比較貴的實體店 慢慢都被市場淘汰 好像一些舊式的雜貨店、麵包店、實體服裝店 文具店 然後在疫情下 因為疫情就加速了網上的消費 在疫情期間 超過35%的香港消費者 更加願意去網上購物 我自己也是 比以前多了網上購物 其實現在香港TV Mall Iherb BigBig Shop 這些全部都已經非常流行 現在大家都習慣了用手機去消費 你會不會在現在這一刻可以把握到商機呢? 其實開始一間網店需要些什麼呢? 第一,就要去找貨員 你要想一下好不好存貨 第二,就要設計網站 你就算不去找人幫你設計一個專業的網站 但是呢 譬如說你用現成的網站 但基本上每年都需要九千多元 還沒計算宣傳快禍 那麽物流呢 都要想一下怎樣去送貨給客人的 那也都要去想宣傳 那宣傳才有客人來我的店舖買東西的嘛 那還有呢 當你有很多客人的時候 那就會擔心網站啊 安不安全啊 會不會有黑客入侵呢? 那其實呢 做網站呢 都有很多東西要兼顧的 所以當日呢 為什麼我接觸到圖小舖這麼興奮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東西呢 我都不用擔心 那圖小舖究竟是什麼呢? 圖小舖是阿里巴巴的全資擁有的網上平台 阿里巴巴最厲害的呢 就是供應鏈 所以做圖小舖呢 我們是不用想課源的 因為阿里巴巴呢 已經幫我們挑選好超過80萬件產品 任你上架 你去到自己的小店袋 只要按一個加好 你就可以加那件產品上你的店了 很簡單的 物流客服都不用我們去負責的 還有技術支援都不用 因為有強大的阿里巴巴做後盾 已經幫我們整好所有網頁 我們只要做的呢 只是分享、學習和分享 其實我們要學些什麼呢? 我們要學的就是新零售這個概念 新零售其實 馬雲都說得蠻複雜的 那我就很簡單的解釋一下 什麼是新零售 新零售其實是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 比如說我用完這個產品 我覺得很棒啊 那我介紹給身邊的朋友 那我給我連結我的朋友買 那這件產品呢 其實是直接在供應商買的 那所以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因為不用經過分銷箱啊 這些程序 然後配合物流呢 那這件產品呢 就可以直接由供應商送到客人 客人那裡了 那這個呢 就叫做新零售 那其實阿里巴巴 已經有淘寶和天貓 為什麼還要做圖小舖啊? 那其實他們有分別的 淘寶呢 其實裡面什麼都可以買的 好像女人街 有波蘭街那樣 裡面其實有很多仿真貨的 有很多貨都是差不多的 街頭和街尾的貨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價錢呢 就未必是一樣的 街頭和街尾呢 可能都是同一間 但是呢 它的價錢就不同的 那這些可能是它的策略 還有街中間呢 可能有一些臨時的 推銷的檔口 那我們去買了東西之後 想換又怎麼辦呢 你回去可能 那個檔餐已經不見了 因為呢 它這些呢 就是短期租約來的 淘寶就是這樣的 沒有保證呢 它的產品呢 是不是100%真貨 那在2008年的時候呢 阿里巴巴呢 就開始建立了天貓 天貓呢 就好像我們的大型商場那樣 每一間店都是一個品牌來的 譬如好像Nike Adidas那樣 裡面的店全部都是要給店租的 就好像你開天貓那樣 天貓店那樣 都要給30至50萬的交融費 對啦 還有天貓裡面呢 是不會有解釋的 那它可能是一個分銷箱 但是所有賣的產品都會有保證 但是呢 價錢呢 就是不應該 通常一般都不會最便宜的 那圖小舖 圖小舖有些什麼呢 圖小舖就好像SOGO那樣 那你一SOGO買東西的時候呢 通常都是拿著一個SOGO袋 那你會選擇 SOGO是會選擇一些有質素的東西 才會在它那裡賣的 那就是用SOGO這個品牌 那我們在裡面買東西都會買到 Shishado SK2 其他品牌不同牌子的東西 但是就不是SOGO自己出品的 那阿里巴巴為什麼要開圖小舖呢 因為呢 它想進駐社交電商 淘寶和天貓呢 其實是一個垂直電商 傳統電商 就是一買一買的 我去到呢 只是一個消費者 那它好像是京東呀 Hong Kong TV Mall Big Big Shop 淘寶和天貓都是一樣 在2020年雙十一的時候呢 只是這個垂直電商 都已經賺四千九百八十二億 而阿里巴巴的市值 已經超過了五萬億了 那為什麼還要做圖小舖呢 其實在國內呢 這些社交電商已經很盛行 國內已經有超過一千間社交電商 而他們的營業牙 已經超過2.4萬億了 阿里巴巴看到這麼大的肥豬肉 那當然是想辦法看看怎樣去進駐社交電商 那阿里巴巴最強的是什麼 就是它的供應鏈 以及它淘寶裡面的會員 那它就將這兩樣東西結合了 就變成了圖小舖了 那我們看一下數字 這幅圖就是2017年至2020年各大電商的活躍用戶量 那藍色那條呢就是阿里巴巴的淘寶天貓 橙色那條呢就是京東 都是傳統電商來的 和淘寶天貓一樣 就是一買一買那些 那灰色那條呢就是拼多多 它就是社交電商 你看到它在2017年開始 新增用戶量已經急速增長了 差不多追過阿里巴巴的淘寶天貓 那看到這個市場趨勢 阿里巴巴又怎麼會不想辦法 去繼續變得更好呢 所以它就推出了圖小舖 阿里巴巴怎樣才可以鎖住原有的粉絲 不讓它外流呢 那它就想到辦法 就是將這些消費者轉化為消費商 那我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又可以省到錢 又可以賺到錢 那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留下這些用戶量呢 另外阿里巴巴在國內 它也有另一個使命的就是打擊黑心食品 但是它怎樣可以做到呢 那就是拿回它的最強的供應鏈出來 那第一呢 首先它就去找產地直供 它會挑選一些優質的農產品 然後放在圖小舖上售賣的 那譬如說你買圖小舖裡面的番薯 圖小舖不會在街市那裡拿些番薯給我們 它會直接在農田那裡挖些番薯給我們 那第二呢 就是工廠直供 工廠直供 那阿里巴巴就選了一些比較好質素的工廠 那將它那些好品質的產品 直接在工廠裡供應給圖小舖 第三呢就是海外直供 那樣可以確保到產品是一手貨源 以及淨品淨貨 那當你在圖小舖看到的產品 右手邊寫著海外直供的時候 這些貨就是考拉爾購供過來的貨 第四呢就是品牌直供 譬如說SK2 YSL Dior Chanel 周大福 周生生 蘋果電腦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由品牌供應商 供應給圖小舖 那用戶上圖小舖買東西 又便宜 又漂亮 又正 還有錢賺 這樣便可以留下粉絲 那其實圖小舖是適合什麼人做的呢? 其實就是適合一些想賺永久性被動收入的朋友 圖小舖其實可以幫店主建立人物網 因為經過經營圖小舖 大家都會有很多共同話題 而且大家都會天天去處理一些共同的事 因此而變得很熟 那這些就是人物網 就是這樣砌出來的 人物就等於錢物 去到這裡 是不是大家已經覺得圖小舖很棒呢? 是不是立刻上街入呢? 但是千萬不要住 因為圖小舖其實有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免費模式 一個是高涌模式 那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免費模式呢? 其實不需要有推薦人的 是免費開通的 你直接下載圖小舖這個APP 就可以開通 但是前期它只有50件產品可以給你買的 而且只可以賺取了第一層的佣金 那業績呢? 每月歸零 每月又要考核 然後如果不然就會被淘汰 又沒有專業的培訓指導 又沒有... 完全要靠自己去自我經營 所以我就不建議你玩這個模式 因為沒有團隊玩的 另外一個模式叫做高涌模式 這個模式就是當你參加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推薦人 然後就用人民幣425元或以上 去選一件精選大禮包 然後就可以加入到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立即解鎖到 超過80萬件產品 還可以賺到全隊獎金 還有所有業績都會累積計算的 那指聲不降 還有永久的折扣權、經營權和招商權 還有也有專業的培訓課程 那好吧 然後Ling老師就會幫我們講解 大家都很想知道的東西 就是怎樣在圖小鋪賺錢 有請Ling老師 Hello 大家好 想跟大家講解 我今天喉嚨有點不舒服 所以想有些奇怪的聲音 大家不要介意 那我叫Ling 做了全世界媽媽超過五年的時間 有一個小朋友 在未生小朋友之前 我是做美容的 美容行業 生了小朋友之後 都有接觸過一些銷售的行業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多了時間在家裡 多了時間在家裡 我就在去年的時間 開了一間網店 但做網店其實 原來都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要找課源 又要考慮交收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本身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很難堅固到 在大概今年一月的時間 經朋友介紹我 認識了圖小鋪 我認真了解之後 我就對這個新零售的模式 非常之有興趣 我就加入了 加入了 就很努力地去學習 跟一班自同道合的團隊一起去學習 現在已經是圖小鋪的官方導師 我先分享畫面 大家想知道 究竟我們可以在圖小鋪裡賺錢 其實在圖小鋪裡賺錢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自購省和分享賺 自購省和分享賺 就是我們自己買東西 又可以便宜一些 而分享連結給人買東西 我們有收益 一會兒我會再講多些 另外一個就是團隊培訓獎金 下面你會看到自購省和分享賺 你會看到有個牛奶 89.9 我會賺9.2 那我怎樣去分享呢 其實下面有個分享賺錢 你其實把連結分享出去給朋友 而朋友經你這條連結 進去買 那你就會有這9.2 那你自己買了 自購省錢 那它就會便宜了9.2 那這個就是自購省和分享賺 另外旁邊 你會看到一個 三個的家電 那它賣2980元 這個是一個高用的產品 那你會看到它賺1000元 那也是同樣地 你把那條連結分享給朋友 而朋友又經過你的條連結賺 那圖小店裡面 就會分回這1000元給你 那也是你自己去買 也會便宜了1000元 所以這個就是自購省分享賺 那些人會說 我朋友經過那條連結賺 那我怎樣去交收 那你放心 這些東西不需要你去買 因為你會看到圖裡面有個叫做客服 那所有的東西 無論去運輸呀 去問個產品問題 都會由這個客服去跟它解答的 那另外我也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分享賺 那你會見到我分享一下 你會見到中間有個藍牙喇叭 那在說我們其中一個導師 Anson老師 那他就分享了這個藍牙喇叭出去給朋友 99元這個 那他就賺了14個多 那他就大概有十幾個朋友買了 那非常之簡單 他都是分享一條連結 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 那我又是 你會見到右手邊那支迪士尼泡泡窗 我不知道應該大家都應該 如果有帶個小朋友去迪士尼 應該都會知道這支泡泡窗是很貴 都差不多一百多元 差不多一百元 那時候就 其實我覺得是很貴 但沒辦法 你進去都要買 阿仔說要買 但是我在圖小店看到29.9元 非常之划算 然後我就把連結 分享了在自己的Facebook 以及一些平台 其實一直三四天都有人進去買 其實到昨天都有人進去買 那總共我計算過 差不多買了八十幾支 這件事 是大部分都是不懂的 就是我不知道誰買了 但是我又不用管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之正 那另外中間那個 那個美其老鼠 舖子相機也是 我也是覺得很漂亮 很正 那我又是把連結 去分享出去 然後又是很多人進去買了 那另外左邊 那個護髮油 我是一間DONX的超市 應該大家都知道 我講哪一間超市 那我就看到 它買49.9元 只有20粒 那我在圖小店看到 哇 五十幾元又五十粒 很划算 那我就又是分享了 連結出去給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平台 又是有人經過進去買 那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看到一件事很棒 你就會分享出去 而朋友經過你的連結 你就會有錢分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 我都喜歡分享東西的 因為我去餐廳吃些東西好吃 又或者是去逛街買了些東西 就是看到一些東西很漂亮 我都是會分享給朋友的 但是我看到一間餐廳很好吃 我都會發給朋友 哇這間餐廳很好吃 我們下車就吃 但是其實無論我帶多少個人去 那間餐廳都不會分錢給我的 對不對 但是圖小店 我分享一些東西出去 會給我錢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會很棒 是非常之棒 那另外下面 你會看到這張圖 有一個某某的牌子 其實你們都會熟悉的了 那你會看到其實同一樣東西 在圖小店裡面 會優惠過某貓的平台 那因為其實 剛剛 Jennifer老師都說過 我們圖小店裡面的產品 很多都是由廠家直送的 那所以那個優惠是會多很多 那另外就是 建立團隊 那建立團隊就是 我自己介紹了朋友開分店 那然後我的朋友 又再介紹朋友開分店 那這個團隊的人物網 是不是會越來越大 那也都可以增加了我們的收入 那其實我們圖小店裡面 有不同的級別 有掌櫃 有導師 有市級 有散級 有分公司 那不同的級別 都是會有不同的獎金 那去到分公司會有些什麼 去到分公司就是說全球分紅 全球分紅是非常之正 是不是 真是這些就 躺在那裡都賺錢的 那些來的 因為我們國內有不同的伙伴 是整個圖小店裡面的業績 都會關我們事 就真是躺在那裡都會賺錢 那但是詳細有多少獎金 分成其實今天時間不多 因為時間有限 我都不會在那裡多說 那日後歡迎你們加入了之後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課堂 去給大家 那裡面都會有一些詳細的獎金 分成 那你們到時都可以去聽 那另外我講一點 掌櫃 就是我們425元人民幣 就可以買一個公安產品 就可以開店了 那有什麼收益呢 就是剛才我跟你們說 分享自購省分享省 那在APP市裡有100% 跟著另外有80% 是在結算中心的 那這些我都不再多說了 我們之後的課堂就會詳細知道了 那大家其實去到這裡 有沒有OK先 會不會太快還是怎樣 其實如果OK可以給我一字 有些人問 圖小舖是不是傳銷 直銷呢 那我就會講 其實傳銷就是非法的 我想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還有要入會費的 還有要拘捕人頭 還有最重要是公司它會隨時消失的 它會突然之間消失了 就是類似中金那樣 而直銷就是合法的 而直銷公司呢 只是可以賣去自己公司的產品 那例如我講 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一些公司 A字頭公司 和N字頭的公司 那他們只是會賣回 屬於自己公司的產品 它不會A字頭公司 買N字頭公司的東西 那另外呢 他們 就是還要有售後服務 售後服務是說什麼 譬如我朋友 經我去買 就是買這間公司的產品 那我是要去買完這件貨 然後又要安排物流 又要跟它交收 那這個就是售後服務 還有他們有些 是每一個月都要追業職 你才可以獲得利潤 那而直銷公司 這間公司一天都在 其實一天都可以做的 那因為你們都聽過 剛才我講過那兩間公司 其實都是非常之多年的歷史 那而我們圖小鋪呢 就是我剛才說 又講過那些不同 那因為圖小鋪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的品牌 例如你會見到有維達紙巾 還有Temple紙巾 那電器會又見到有九陽 又或者菲利普這些等等 很多不同的品牌 在圖小鋪裡面都會有的 那我剛才都講過了 我們只是需要分享這件產品 出去就可以了 那所有東西其實都是會由 客服自己那件產品的客服去負責 那圖小鋪是一個短期的項目 那一段時間是我們的紅利期 那他過了這個紅利期 其實就不可以招募別人開店 那大家就要好好把握了 那但是就繼續可以自購省 和分享賺和收團隊的收入 那其實下面這一張 那你其實打圖小鋪凍結 那你會見到一則新聞 那在去年大概五月的時間 就是被中央政府凍結了圖小鋪 三歲錄像4,400萬人說它是存銷 那之後大概十日的時間 就已經撤銷了 因為證實了它不是存銷和食銷 那當時有很多不同的夥伴 就把這個公告分享了出去 那一段時間 就是圖小鋪的下載人數 是飆升了很多的 那好吧 我現在就說原始推廣 那其實國內有很多apps 在火爆之前 其實兩三年時間 都會有一班原始推廣員去推廣的 而你會見到現在圖片上 會有微信 支付寶 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不是 那攜程 美團 攜程 是一些買 買機票 是要訂購酒店的apps 那美團 回到大陸 如果回到大陸 美團 都是叫外賣 或者叫東西吃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這些其實 你認識它之前 其實它都是有一班原始推廣員去推廣的 那這個就是有297個原始推廣員 那它收益是超過五千萬一年的 那而國內支付寶 有5萬個原始推廣員 那是超過五千萬一年的 那而攜程 有19萬個原始推廣員 現在收益是超過一千萬一年 那其實支付寶 國內支付寶 以前我都不太用的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回到大陸 都可能都是帶人民幣回去用的 但是其實現在你回到去 如果你用人民幣 你就會變成了一個怪人 因為我自己會很奇怪 因為其實國內已經很多 轉了用微信支付 和支付 去付錢 那基本上如果你沒有這些APP 你在國內是生存不到的 那其實我記得 我在疫情之前回到大陸 那我去試過叫車乘的士 那它是不收現金的 而它是要用國內支付寶 付錢 那接著我沒有 那我就要趕快叫朋友 你快點給我錢 是很慘的 因為原來你是沒有這些 即是你沒有支付寶 裡面沒有錢 我是搭不到車 那接著就馬上叫朋友 給我錢 我才可以搭到車 那所以就是這些APP 之前就會有一班原始推廣員 去推廣 那而我們現在 就是圖小舖的原始推廣員 那我們就是推廣一些 新零售概念 和一些網上的創業 那其實他們每一個APP市 都會有一個結算中心的 那你會見到第一張圖 這個就是美團 那它有五千多元 那第二張圖 就是支付寶 大概有二十萬 那第三張圖就是葵程 因為葵程它是有預訂機票 在酒店或者火車票 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它那個獎金會多很多 就會有三百多萬 那但是有些人又會問 我三百多萬 究竟是去一個月 一年 還是三年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算三年三百萬 我都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那其實 還有想跟大家說 不是下載了圖小鋪 什麼都不用做 就可以躺在這裡賺錢 那這個世界 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那你自己砌到多少個分店 多少個人脈網 就是你將來有多少的被動收入 好 那以下這一張 就是我們格格聯盟 在上年的時間 一些國內獎規的收入 那你會看到有兩萬元 有六萬元 還有十幾萬 然後有四十幾萬 那而第四張圖 就是我們格格聯盟 始創人的第四個月收入 那第一個月的時候 其實都是賺七千多元 第二個月的時候 就是八萬元 而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是十八萬 而第四個月 就是你們看到裡面那張四十萬 那有些人又會說 他當然可以 他下面有這麼多人 好像不是很關我們事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那這一個 就是我們看一下 Wanley老師的Fast Track 那Wanley老師 可能有些 現在新的朋友 未必知道是哪一個 那Wanley老師 其實是我們香港區 第一位官方的導師 就是我們的001 那你會見到 雙十一的時候 哇 第一日就有八千多元 因為其實很多人很瘋狂的 進去買 因為雙十一真的很划 我自己也買了很多東西 那跟著一號至到十一號 總共賺到三萬多元 那但是呢 去到這個位 其實都會有些人說 Wanley老師當然是做到 他下面有這麼多人 但其實Wanley老師加入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 格格聯盟二萬五千人之後 好 那跟著呢 你會見到下面 其實除了Wanley老師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 不同的夥伴的一些收入 那你會見到 Wanley老師有七萬多元 跟著有個夥伴有萬多元 跟著有些有七千多 八千多 四千多 五萬多 都有 那這張圖又是些什麼呢 那其實都是我們 之前說過的 王者極速版的收入 那所以你會見到 其實掌櫃都會有很高的收入 會有一萬七千多元 跟著又有兩萬多元 跟著下面那張圖 二千多 二萬多 所以是不同的夥伴 都是會有收入的 那圖小泡極速玩法 三和四 那今天其實我不會再多說 因為剛才之前都有說了 今天時間有限 那剛才都有說過 歡迎你們加入了之後 我們其實會每個星期 都有不同的課堂 給大家去了解 會講極速版 還有一些的獎金分成 那其實你們可以到時可以詳細的 這樣聽 那另外 這個就是 汪尼老師的統計圖 那你們會見到 五月至七月這段時間 總共是有 千六元的收入 是說三個月千六元 其實如果正常來說 都應該走了 但是汪尼老師 就非常之相信阿里巴巴這個平台 那他就堅持下去 那你們會看到 八月份的時候 就有六千多元 而九月份的時候 就有七千多元 那而十月份的時候 就有大概兩萬元 那而十一月的時候 雙十一 再加上我們快速版三 那他那個月的收入 是有四萬多元 那另外十二月 就有二萬多元 那你看到一月份 六萬多元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一個極速版四 就是剛才我們跟你說 會有很高的收入那個 那他那個月的收入 是有六萬多元的 所以那個收入就是 會多很多了 那好啦 那QQ 那時候 其實QQ 五位數的號碼 其實原來 現在已經是市值幾萬元 但是當時我沒有遇到QQ 那阿維瑪搞淘寶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這件事 我又沒有去做 那微博 WeChat那時候 我又沒有認識到 那接著又錯過了 好了 到現在2020年 來到淘小舖 那我就預算了 那你們呢 你們還會不會錯過呢 那加入了我們之後 成為了掌櫃 其實我們整個團隊 都有很多 幫助給大家 例如一些WhatsApp群組 其實24小時的 不同的老師都會在裡面 那你可以隨時在裡面 遇到什麼問題都可以在裡面問 一定會有人幫到你們 那另外WeChat 我們也是有群組在裡面 那另外Facebook 也都有我們的澳門香港戰隊的群組 也都是裡面有很多之前的課堂 不同的Zoom 其實都會有些錄影 可以在裡面看回 那另外呢 有些額外的資源 就是淘小舖說明會 例如今晚那些這樣 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來聽 那另外還有一些新手速成班 也都會在裡面說 究竟淘小舖App是怎樣用 那些貨品怎樣上架 我怎樣去分享自己的小舖給別人呢 我怎樣去分享條link 去給別人買我的產品呢 都是會有不同的課堂去教大家的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導師的培訓班了 好 那今天我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就將以限時間交給某某老師 好 多謝各位 大家其實這個QR Code 就可以掃描一下 如果未加入的朋友 應該這樣說 我們現在就可以問 大家有什麼問題問 可以在這裡問的 那你可以開咪問 或者在聊天區那裡打字問都可以 那想看一下朋友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分享 這樣也可以在這裡說的 另外就是掃描這個QR Code 就進入我們的WeChat Group 因為就可能 我還有些問題想問 但或者我一時間我還沒想到的 那就可以進入這個群 然後就 我們已經有很多位的老師 在裡面就在這裡等著大家 那就可以大家可以隨時發問 那這個群就會24小時之後解散 那就可以大家記得掃描這個QR Code 進去先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大家有沒有問題問 或者剛才覺得 Jennifer老師和Ling老師說得 精不精彩的 那精彩的打個一字 大家都覺得講得很精彩 多謝大家 還有大家 大家看看有沒有問題想問 或者有些導師或者掌櫃的都覺得自己 有些心得 覺得很棒 都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不要那麼靜 大家開啟咪說一下 你可以說一摸 他在聊天也做得到 你認真我啦 不要讓我一句話說 如果大家去掃描這個QR Code 我們就可以關掉 然後大家可以開鏡頭聊聊天 大家搜索了嗎? 大家是不是搜索了? 搜索了是不是? 進骨欄? 好,謝謝桑老師 所以大家是不是已經覺得 Jennava老師和Ling老師已經說得很好 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好 我都覺得是 很多新朋友,哪些是新朋友 我都想知道一下 老師 我想問一下,大家聽不聽到? 聽到,很清楚 我剛才想問一下Ling老師 因為Ling老師剛才說 她都賣了很多貨 我想問她放在哪裏? 放在Facebook 還是放在哪裏賣? 放在自己朋友的群組裏? 我放在Facebook 也有 一些媽媽群組 賣賣的群組 也有 那你會不會自己要專門 如果我不懂做的 那我用不需要專門開個專頁 或者是怎樣的? 初初 我沒有放在那個專頁 我放在自己私人的Facebook 好,謝謝你 讓我也試一下 快點試一下 其實到昨天都還有人在賣 今天剛剛有人在賣 太好了 好,我們也回去試一下 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 謝謝Judy老師 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 入群組的朋友也入了群組 如果之後再想到有問題 就可以很歡迎在群組問 如果是這樣 我們今晚的時間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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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